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高雄现场 加入我们的大高雄的重要话题的讨论 我们常常都会出去买东西 那可能您会前往哪些地方来买东西呢 可能是百货公司啦 大卖场或者是传统市场 那如果您是到了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传统市场的部分 那传统市场是有许多摊贩来组合成的 那未来他们要怎么样的走 才能够提升自己卖场的一个品质 然后提升消费者的一个购买的一个品质 那继续要请您来加入我们这里的一个讨论 那我们至于是不是来请教我们的黄议员 就是您在感觉上在基层跑了那么久 那相关的议题应该也是掌握了非常多 那就您的看法就是说 对于我们传统市场未来可能要做一个转型 您的建议是什么 对这个传统市场 可以说是我们市政府的痛 因为一关市场已经 现在都没在营业了 但是你如果去查说 拖帆还是那么多 就是说有60间 但是你如果是坐在那里看营业的 可能存三间存三宅在买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应该要转型 譬如说你可以找一个营业比较好的 你把这些拖帆都移过这个地方 就是把它整合起来 不然你看为什么大家不会想要去传统市场 第一 环境的问题 卫生的问题 所以大家不愿意走进这个传统市场 所以并且说你看现在大型的大卖场 为什么它做得起来 为什么它生意会好 Costco 加勒服 这些生意都很好 为什么 因为它一进去的感觉就很明亮很干净 而且有停车场 这种方便性就会让上班族的这些年轻的家庭主户 会想要走进这个地方 他不会想要走进传统市场 所以我们一直在吹出说 你传统市场应该来转型 为什么民间可以做 你不能做 你政府不能做 你政府要带头来做 你来开超级市场 你来把传统市场 用里面也有冷气 你要做一个示范市场出来 你把他做像家乐服 做像大卖场 让年轻的族群想要走进这种传统市场 就像我那天看了一部影片 拜金女王 它里面就有一个片段 它是这样 它就是一个传统市场 就要让政府拆迁 结果它就是 因为它有鼠疫的问题 你要出了一大堆 然后他就想了 他就想了一个创意说 我是模特儿出身的 好 我就在结束的时候 就来把它用创意的 就走秀方式 结果就吸引了很多人去看 结果大家一进去看 跟以前不一样 它变得很明亮 它变得就是整个都整理过了 所以大家又会重新回到 这个传统市场来 所以这个就是创意 那我想说市政府其实要带头来 把这些传统市场把它转型 成为一种就是比较现代化的 不要停留在过去脏乱 或者说交通不变 其实我觉得政府应该可以来做 是的确 现在有很多的产业 都希望能够就是加入一点文创的气息 加入一点创意进去 就是希望能够看是不是 就是把传统东西大变身 然后做一点改变 再重新吸引消费者来回流 那李议员你要不要补充一下 就你掌握到的一些信息 我想除了转型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都一直没有提到的 怎么让那些 因为你只要是市场就要用到市场 那个地幕就是要市场用地 才可以在那边做市场的一个营业嘛 对不对 那市政府这边怎么去辅导 怎么去让这一块土地可以变成就地合法 或者是辅导这些摊贩 怎么去申请这个部分让土地变成合法 可以在这边营业 我想这也是一个重点 那刚刚提到转型的部分 我想我这样子一路走来 我一直我个人比较偏爱传统市场 我爱逛传统市场 因为市场里面有很多的宝 不只是只有买东西而已 买东西我还可以跟这些 大哥哥大姐姐或者是阿姨互动 我觉得这样的感觉很好 那他们也会传承一些 或教我们一些我们不懂的 问他都是那种亲近的感觉 我想就只有南部才有这样的一个特色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维持 然后他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到我倒是觉得是 环境卫生的问题 安全的问题 环境卫生不改善 其实整个市场看起来就会让人家觉得 很落后脏乱 对对对很落后 那或者是很就是不想走进去啊 或许大家有些 像我就习惯我觉得那种感觉不一样 可是我就要踮着脚尖走 要很小心 那比较不适合老人家 我就觉得环境卫生跟安全的问题 消防设备这些 消防设备这些我觉得都要 那除此之外 刚刚刚有提到还有 有一些是在露天的就没有亮度的问题 那有一些是属于在那个 比较半封闭式的那种室内的那种 那个光线我都是觉得 真的是要把它提高那个亮度 那整个下如果这样整个改造下来 我想它不输超级市场 它真的不输超级市场 它甚至可以取代超级市场 我个人不爱那么冷的一个市场 购物环境 对购物环境 因为除了比较凉 或者是环境卫生比较好以外 我不晓得这个东西到底新不新鲜啊 而我不懂得怎么去选 我去市场 阿姨这个鱼怎么挑 然后阿姨会教我怎么挑 那我可以跟大家互动 那种感觉其实 这才是南部人的那种特性 我觉得这个部分 你就是说议员喜欢 就是说走进那种传统市场 人跟人那种互动的氛围 那种水菜奇亚 跟一般大卖场是不一样的 它也许就是 也许冷气没有那么的强 也许灯光没有那么好 但是它就是多了那一份人情味 那我们是不是要请教一个 我们的李教授 那就您来看 您就是做长期的研究观察 我们传统市场它到底有没有一个转型的空间呢 跟各位观众朋友来报告 我觉得市政府本身可能要做的是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原来市场用地的活化 因为刚才黄一言所说的 现在很多市场其实它也是一些比较没有使用力那么高 所以我们在做这样这个现有的市场用地的部分 必须要做一些整理跟盘查 然后有一些可能还荒废在那边的话 是不是可以用BOT的方式把它转移出去给民间来做经营 然后定期来搜寻它的税金 然后再做一些经营跟管理的一个变异性 我觉得市场用地的活化是整个金发局应该要做的事情 另外其实高雄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观光夜市 我们有六合夜市 很多路客很多外来的观光客会来 事实上在地人都会去那个瑞丰夜市 然后它有在地特色在地的不同的食材 不同的一些聚集的一些文化 然后其实在六合夜市跟瑞丰夜市 年轻人更偏爱的是瑞丰夜市 那你会发现说这样的观光夜市 也是高雄未来可以发展的一个区块 如果改善它的交通环境 改善它的一个所谓便利性 加上这样的一个就是购物的环境更优良以后 另外我建议的第三点 其实就是改善那个所谓的农业的市场 这可能大家听得不太懂 它就是原来果菜市场 事实上在国外很多那个果菜市场部分 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去shopping的地方 然后可以去寻宝的地方 很多的小朋友他做他的一个所谓家庭功课 其实是到那个果菜市场去 然后认识新的不同的一些 就是农作物不同的一些品种 然后你会发现说 它如果在果菜市场变成一个这样的方式的话 它有点像观光的农业市场 所以礼拜六礼拜天的话 就吸引更多的人潮 进入到整个市场来 所以希望金发局能够对市场的用力活化 观光夜市 农业的一个市场部分 更多的琢磨 我想对传统市场的改变 会有一个新的发展的风貌 没有错的确 因为像我们刚刚综合来宾 他来宾有讲 有些地方他可能是合法的 但是他没有办法招商 他招不到商 那另外就是他场地很好 他选了一个场地 可是那个场地却是不合法的 那我们这个主管机关 你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好 这个我来报告一下 目前我们在有关市场管理的政策这一方面 那没有错 陈如刚才两位议员的一个指教 跟我们李教授的一个指教 现在我们传统市场 其实面临到的问题 就是过去很多生意很好 很兴盛的 可是经过时代的变迁 因为经济环境的变化 然后它没落了 所以我们现在对市场 它要做一个分级 也就是说有竞争力的市场 还有有待辅导的市场 还有没有竞争力的市场 我们把它分为这三级 那在这三级的分类底下 我们要集中资源 再有竞争力的市场 把它辅导 让它更有商业的机能 然后没有竞争力的市场 我们希望把它退场掉 然后集中资源 再有竞争力的市场 那另外我们对市场的分析里面 刚才有来宾有提到说 其实我们目前 传统市场面临最大的威胁 就是我们的一些大卖场 一些比较兴盛的 这些超级市场的出现 那另外我们的劣势就是说 我们过去市场 已经一二十年了 甚至五六十年 很久的老旧市场 环境 卫生条件都很差 那我们要怎么改善 那我们就要去看 我们传统市场的优势在哪里 我们的优势就是说 我们跟消费者之间 面对面可以沟通 它是一个很好的社交途径 而且价格有弹性 我们到超级市场 就是一个价格 那我们到传统市场 我们可以跟它去杀价 价格有弹性 这个是我们的优势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 我们的机会是什么呢 我们的机会是说 我们现在的观众 我们的观众朋友也知道说 我们现在是高龄化的社会 少子化的社会 那我们要怎么样改善 虫能市场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 那个编列预算 就是改善我们有竞争力的市场 希望从它的地板 排水 还有我们的厕所 这三个部分 那个市民感受最深的 这些公共设施 让市场能够干湿分离 让我们去上 我们去菜市场的时候 能够厕所能够干净 那这样子可以提升 我们市场的环境 这样子让我们的老百姓 我们的市民朋友 到我们的市场里面 就可以感受到 我们这个传统市场 是有一个改变 是 那我们雅进议员 有没有要补充的 针对我们处长 我想大家都提到 就是刚刚就是 只有真的市场的部分 或者是摊贩的部分 还有一个问题是 除了这样的一个改善以外 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还蛮重要 就是停车的问题 它周边停车 如果没有适宜的停车场 供我们这些 就是去消费的消费者 来坐停车 或者是自放的地方 大家都路边随便停的话 其实也是造成摊贩不便利 就是有可能 我就随便停在人家摊贩前面 可是我没有买 也是造成人家的不便 或者是造成道路 交通安全的一个 而不是新样子 我想停车的问题 也是要整个通盘的去做考量 那这样子 这整个摊贩的一个集中厂 才会整个就是会活化起来 我想为什么五权 我们凤山五权 黄昏市场那边 会这么的活络 30年不变 每年到了3点 慢慢的有摊贩进驻 然后到晚上有时候七八点还有人 那便利性 它的便利性很高 它机动性很高 那可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停车的问题 所谓便利性高 是因为它刚好有一些在路边 我就骑过去 老板 我要买费进了 这个便利性 可是重点 我这样整个看下来 其实我真的觉得停车问题 那边不好停车 这个可能要 也是要拜托我们市政府 我们进发局来做一个妥善的规划 是不是每一个集中厂 每一个摊贩零售厂 旁边一定要有多少的一个停车的规划 这个配套措施可能要 由我们比较专业的进发局 这边来做头上规划 就是相关的配套可能还要再严谨一点